敬拜堂的家人、弟兄姐妹、朋友们 欢迎你们来到每逢周一至周五 早晨的线上每日曙光 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同心仰望主 同心仰望主 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诗篇146篇5节 以雅各的神为自己的帮助 仰望耶和华他的神的 这人就是有福的 在这段经文中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祝福 显然是为个人所预备的 就是与神亲自立约的人 在旧约中称耶和华为雅各的神 的经文总共有21次 而新约中被提到的总共有6次 从这里我们也晓得 当我们实时依靠耶和华 和仰望他的时候 我们是有福的 因为神必赐福 那仰望他 依靠他的百姓 所以仰望耶和华是如此的重要 只因神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在现今的时代 要叫人专注一件事 的确有点困难 因为现代有一句的流行词 叫做Multi-Task 意思是什么呢 同时间要处理好几件的事 有些人还将之视为是先经人必备的条件之一 在科技与资讯爆炸的时代 有时候自己在应付工作的事上 已经忙得焦头烂耳的时候 还得马上立即回应老板与客户的信息 若已读不回 好像显得有点欠缺礼貌 再加上每一天大量的资讯 像爆炸式的炸开了 无论是脸书的 WhatsApp的 国外的朋友圈所发的信息 新闻消息等 一个比一个劲爆 更不想多听听或观看也难 所以因此也导致了我们有分性的情况出现 很难专注在一件的事上 更难聚焦在更为重要的事情上面 反而把心思都放在了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上 而忽略了那些更为重要的事项 俄罗斯有一句的谚语 他如此说 如果要同时追两只兔子的话 其实最后连一只也抓不住 这就说明了专心做一件事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学习 建立和培养专注仰望主的重要 当我们同心建立仰望主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能专注在做事情上面 有主的指引 有主的帮助 有主的带领 不会迷失方向 就像导航器一样 知道靠着主一定会抵达目的地 就是神要带领我们到达的地方和领域 特别是在忙碌和冲击的大环境里面 把眼目转向神 让敬拜堂的家人和弟兄姐妹 让我们同心仰望主 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的阿爸父 同心协力地做好一件事 那就是好好地仰望我们的上帝 好好地在他面前祷告 与他亲近 世界上纵然有许多在人不能掌控的范围 但当我们仰望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必能掌权我们的生命与计划 试想想一些比较出众和成功的人士 他们的接触人生 有一本书 The One Thing 成功从聚焦一件事情开始 里头有一段话如此说 当你见到某个人博学多问 他一定是热以济业学来的 当你见到某个人技巧高超的时候 他一定是热以济业培养出来的 当你见到某个人成就非凡 他一定是热以济业努力达成的 当你见到某个人家财万贯 他一定是热以济业赚尽的 关键词是热以济业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 一次只要做好一件事 而我们基督徒的一次人生当中 我们更应做好一件事就是 每一次都当好好仰望我们的上帝 对 我们会遭遇人生风暴 人生会有不测之风云 但不要忘记 那信实爱我们的上帝 都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依靠的好榜币 因为仰望他的 依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所以就让我们热以济业的 不间断的仰望雅各的神 就是我们的阿爸父 做好一生基督徒 当做的一件事 同心仰望主 好好地专注于他 定睛仰望他 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 愿我们好好仰望神 在这段日子里 靠主身心灵健康 属灵更加健壮 上帝赐福你